三国历史 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中国至此三国时期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有着一群长寿的人他们见证着这个伟大的时刻 第十位张昭享年81岁张昭赐子部三国时期孙吴重臣孙策创业时任命其为长使府军中郎将将文武之事都委任于张昭 孙策临死前将其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率群辽府立孙权并安抚百姓讨伐叛军帮助孙权稳定局势 加和五年张昭去世年81第九位成郁享年81次成郁似仲德三国时期曹魏谋士明臣曹操的心腹之一为曹操出谋划策立下赫赫战功 曹操征徐州时成郁与寻郁留守后方祖旅部陈宫大军保住三城 因宫受封为东平相屯于范县曹操将汉县帝迁往许都后任命成郁为尚书 后又为东中郎将令纪殷太守都督演周世仪跑平元潭元上后拜为奋武将军封安国亭侯 皇处元年曹丕代汉称帝拜成郁为魏魏进封安乡侯 童年逝世享年八十岁曹丕以为之流涕追赠彻其将军誓约诉侯 第八位田玉享年八十二岁田玉自国让三国时期曹魏将领 常年镇守曹魏北疆从征代郡乌环斩骨进破科彼能 多有功勋也曾参与对孙吴的作战 在城山斩杀周贺于新城击败孙全 嘉平四年田玉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第七位杨彪享年八十四岁 杨彪自闻先 东汉末年明臣太位杨赐之子杨修之父 出身东汉名门洪农阳氏 皇处五年杨彪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第六位丁凤享年八十五岁 丁凤自成渊三国时期吴国重要将领 丁凤年少时以骁勇为小将 经常奋勇杀敌履历功勋 此后又于太元二年的东兴之战中 雪中奋短兵大破进犯东吴的卫军 吴景帝孙修在卫时 丁凤社稷除掉了东吴的权臣孙林 被拜为大将军 后为右大司马 左军师 剑横三年去世 见证了三国的盛衰兴亡 第五位高柔 享年九十岁 高柔四文会 三国时期曹魏大臣 高干从地 以善于制法文明 从小历任起 二十年后官至九卿 任廷位 二十三年后 升任太长 七十二岁时 出任司空 随后试图高升 在高平陵之辩时 支持司马懿 据曹爽大营 以假结形大将军事 数年后 龙升太尉 进决安国侯 景元四年族 享年九十岁 世元侯 第四位 世谢 享年九十岁 世谢 自威艳 世谢年少时 世事学者刘陶 其后逐渐升任 交致太守 后被朝廷加职 随南中郎将 千安远将军 丰龙渡亭侯 在布置接管交州时 积极配合 归附孙权 被孙权加为左将军 此后又应又详 一周豪族 用凯而谦任 魏将军 进封龙边侯 任交至太守四十年 皇五五年 世谢去世 享年九十岁 第三位 司马福 享年九十二岁 司马福 次舒达 三国曹魏 及西晋时重臣 司马懿之地 自曹操时代起 就任文学院 而后立世卫国 五代皇帝 类千至太父 太是八年 司马福去世 第二位 吕代 享年九十六岁 吕代 自定功 三国时期 吴国众臣降临 吕代一生 禄立奉功 为孙吴开疆拓土 功勋赫赫 太平元年 吕代去世 年九十六 第一位 莱敏 享年九十七岁 莱敏 自静达 三国时期 蜀汉官员 刘备平定一周后 以莱敏为典学校尉 后立太子 莱敏为嘉丽 流禅继位后 任命来 敏为虎奔中郎将 诸葛亮驻汉中 请莱敏为君祭酒 辅君将军 却因其口出狂言 而被把关 诸葛亮死后 莱敏历任大长丘 光禄大夫 直慎将军等职 期间多次因说错话 而被敏关 蜀汉景耀年间 莱敏去世 十年九十七岁 当然 有人会说 三国政史上 记载最长寿的人是张建 一百零五岁的年龄 是三国志中明文所载 但是考虑 其实隐世 不在此范围之类 好 好 感谢观看